说你11月从3号开始就要注意感情社交的矛盾帐篷 首先如果说你是单身的话 那么一定要小心社交网络的烂桃花 不仅会让你出个破米 而且一旦上头还有可能会纠缠不清 如果说你已经有老伴的话呢 就要注意一下冲突矛盾还有一些争执 大概率会跟网络桃花迷你 或者是说一些贼兮兮的一些暗关系 或者你不想摆上台面的一些秘密有关 反正有一点偷鸡摸狗 如果去拿捏或者扭转这段关系 每个人因缘而异 我只能从这个河盘入手去告诉你 其次的话这个事业很有可能会有小破人 而且是那种明争暗斗 背后插刀或者风情明容的话 尤其是4号过后火星进入民的12宫 小破人会更加的嚣张 这个时候如果说你跟对方更痛硬 那么就真的是亏大发了 一定要谨慎理性 而且要暗中求进沟透的执发力 3号过后呢 你会将许多的重心回归到家庭 跟家人之间的交流啊沟通啊 也会变得更多 那么可能会请假 在家休准或者居家办公 不过接下来的一个月时间里面 你很有可能就是会 疯狂熬夜 然后三四点都睡不着 甚至是通宵失眠 就要注意一下身体啊 或者是说 很有可能为某些神秘的 非世俗的 基本层面的东西买单 没事的话 我建议你可以跑跑tempo 或者花一点小猫名 甚至是练练瑜伽 看一些红色正能量的电影 多放放国 能够帮你弱化掉很多负面的威力 上巡的话还有一个金木对冲 需要你去平衡好家庭跟事业 不过我觉得如果说你 就是内核够稳的话 其实这一波威力也很有可能会给你带来一些机遇 甚至很有可能会引来职场迷迷的大爆发 如果说你有什么想法呢 也建议你收手 因为打水票的概率大概是90%以上 那9号的话 你的财心会被海王行客 建议这一天呢 就捂住迷迷 非必要不花出去 尤其是在房子家居家人 对象桃花合作这些方面 要是你单身真的很想谈恋爱的话 就不要错过12号过后的时间 就这个时间刚好精心来到你的桃花风 有机会遇到实力强 成熟稳重 而且比较闷色的桃花 我班的人士呢 说会引来一些升温剂 但是极有可能在12号前后 因为沟通房子 家庭家务 或者感情跟对象或者家人 爆发一些冲突的难战 有一定的概率 就是家人跟对象有一些矛盾 然后呢 需要你去出面协调 或者说解决 如果说真的吵架上头的话 你可以动用一些小钱 能够将这个物贵轻松化解 隐婚的人 如果说你想背于那么12号之后的20天 都是比较不错的一个好时机 不过要注意啊 这段时间在这个桃花感情 小孩娱乐游戏 甚至是追星上的花费 需要你及时盘点 避免入部付出 然后排行大腿 15号土星顺行 可能会迎来三种好消息 首先就是工作的压力 和职场的这个紧张关系 相对来说会缓解不少 其次的话就是感情 如果说你在前面两个月经历了 内好分离消耗 那么在接下来的话 也会有所好转 但是我还是非常诚恳的建议你 就如果说感情的课题 你一直迈不过去 那我觉得有必要去结合自己的人生地图 与三个人的和谈 去找一些破绝的方向 因为这个像迷宫一样的模式 如果说你不解决 它会一辈子都卡着你 最后的话就是某些堆积了很久的项目啊 合作啊 甚至是一些业务 大概有可能会在土星顺行之后 慢慢的落实推进 16号的话 你们可能会有一些出行学习 思想的启迪啊 但是要注意17号的沟通矛盾 还有社交的冲突 出行的安全 最好就是非必要不开车 不坐飞机 如果说是在外出差的话 就少错热闹啊 反正能量的状态回收给自己 20号的冥王 放射会正式开启 未来20年的冥王水平时代 刚好就在你们的第六宫 掌管的跟工作 有关的一些课题 也就是说 未来20年的时间 这两个方面是你没有办法躲过去 而且需要直面的一些课题 啊 那么这个的话就 没有办法用大众应试 给大家做任何参考了 我需要结合你们的出场配置 从人生地图入手去过去 冥王的话 它就有 有好有坏 有生有灭啊 那么用好了 它就是一笔丰厚的资产 22号过后呢 家里会有一些好事啊 比如说新增成员 成家立业 满办房产 甚至是帮家换房装修 不过26号水星 也会内行在你的家庭功耗 比较容易跟家人 就是有一些 矛盾冲突或者吵架 甚至啊 那些房产的决定 也有可能会出现问题 或者有一些装修 就是反复搞不定 甚至很有可能 就是会经常去一下办公啊 或者是说 在家里待着 那么建议任何跟房子 家庭有关的事情呢 下这段时间都要谨慎 那就没什么 祝大家都会一切顺利